最新上线的重装出击模式 怎么玩才能快速获胜 这个怎么玩呀 我没有玩过呀 如果你对这个模式略知一二 那么你很难获胜 并且游戏时间也会延长 一局下来10到30分钟 游戏开始的时候会让你选择武器 而每一把武器都有相对应的数据 和相对应的重装武器 在战斗的时候 重新武器达到100%就可以激活 一枪一个小朋友 岂不美哉 狩猎也是一样 达到100%才可以使用 想要切换武器怎么办呢 此一次就可以重新选择武器 经过对比 斯嘎算是里面单发伤害最高的 你也可以选择你最得心应手的武器 每淘汰一名敌人 就会给出相对应的金币 而金币可以升级你的武器 从而提高伤害 当然也可以买头盔之类的护具 该模式主要玩的就俩字 攻和防 一 攻击敌方机甲 二 保护我方机甲 大家看到上面的APC吗 只有占领地图上的三个边局地 就会派出一个大型机械人 只有机械人走到敌方的机甲旁 我们就可以攻击敌方的机甲 也可以这样说 攻击敌方水晶和英雄联盟差不多 由此我想到了一首歌 差不多的差不多的机器人 攻击敌方机甲 伤害才会有点高 如果敌人派出了机器人 那我们就需要冲突拦解 这个机器人还有个数据加成 看我边跑的速度像不像开 所以说占领APC三个阵地 才是你唯一的目标啊 给个爱心